他們到底幕僚之間是幕僚在決定 還是侯友宜在決定 侯友宜能決定 但是他不決定 這都是問題 來我們來看一下數字 民調數字的部分 今天中廣蓋洛普的民調 我們看中間 因為他其實是組合 他已經假想好 就是賴清德可能是跟蕭美琴佩 那個數字是30.48 如果是侯友宜搭郭台銘是23.26 問題是這兩邊勢均力敵 那我們往下看 這一張差別在哪裡 這一張差別在於 是郭台銘當總統 然後來選 然後搭的是侯友宜 數字稍微比剛剛的高一點 一個是26.23.26 一個是25.02 稍微差一點點 那我們再看 他又做了 我在想他應該再做一個 到底怎麼樣可以贏的組合 所以他又做了一個組合 是藍綠對決 也就是說整合好了 是侯友宜搭柯文哲 但是現在問題是 這一個組合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那唯一可以贏的是侯友宜搭柯文哲 也就是說侯友宜搭郭台銘 那也是一個在中間的位置 也是排名第二名 那我先請教智盛老師 這樣一個數字的呈現 可是呢 郭台銘他在想什麼 郭台銘最近又開始有動作 說明天他要去馬祖相關的行程 然後他跟何盛峰 何盛峰為了他是不是開第一槍 然後退出國民黨 他說這樣我比較在議會好做事 何盛峰他有另外一個身分 他是南投縣義肖總隊長 然後如果郭台銘參選的話 我會支持他 那我們都會覺得說 警消警消 應該是算是侯友宜的鐵票吧 會有這樣一個先入為主的感覺 可是當義肖 而且我們再進一步看 雲林的義肖總隊的隊長是沈中榮 這也是議長 這感覺也是跟侯友宜 不是很熟弱的 那也是被歸為牛鬼蛇神那一派的 那新竹的義肖總隊隊長是副議長 宇邦彥 那包括 雖然說郭台銘已經要幫侯友宜 辦一個後援會 7月5號後援會 可是他是義肖總會的 這個總會長 我可以幫你辦一個後援會 可是我暗暗的在做一些其他事 其實也是不衝突的 這一塊你會怎麼樣來看 是 我就用侯友宜 他剛剛一開始講的這個部分來做 先把結論講出來 侯友宜不是說1不是1 3不是3 他有預言家的身分 因為3可能會變成4 為什麼 因為還有郭台銘 郭台銘的動作其實看得很清楚 你看他從昨天前天開始 拋出能源政策 批評進黨政府 然後公開這個要去見 和盛峰等等之類 一系列 你看他最近又活過來了 相較於5月17 侯友宜剛被提名的時候 他遠走日本 意志消沉 一個月之後 你看他現在 開始又炮打民進黨 你說這個東西是要幫 國民黨作駕 幫侯友宜作駕嗎 看起來不是 看起來他發現了 他現在蓄積能量的一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是什麼 你就看這個中廣的民調來看就好 如果是這個 當然這裡面有沒有郭台銘 如果是侯柯沛的話是39 但是如果這情況是什麼 就是說基本上你侯友宜 整個狀況他不會有單一勝選的機會 而且侯友宜現在已經落到第三的情況 郭台銘現在在算的就是 第一 我可以這個 所謂的進退之間 可以都有選擇 退 我可以選擇跟柯文哲之間 來做一些眉來眼去的合作關係 現在柯老二啊 所以我如果選擇不自己出來 我跟柯文哲合作的那樣的能量 可能比所謂的藍白河 或者是侯柯河的能量還大 那我郭台銘在這裡面 我可以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一個 近現在看起來他這種火力全開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打算在723之前 取而代之的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們那時候都有談過嘛 換侯這一件事情不是不可能 因為國民黨723 現在是講說國民黨正常會提名喔 但是全代位還沒有正式的同意跟通過喔 所以你723之前 是不是還有一堆變數發生 看這樣子 郭台銘也在做這樣的盤算嘛 那我來講 郭台銘跟侯友宜的關係 或者是這個益銷的關係 郭台銘不只是益銷的總會的總會長 他其實在益警 我現在都知道他其實過他跟警察的關係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他也是我印象中他也是中華民國一直是益警 警察總會益警總會的榮譽總會長 我如果沒記錯我記得好像是過年的時候是包了兩千塊紅包 包包是益銷還是益銷 所以他其實跟益銷跟益警 他也一直自詩為是這個警察家庭的出身的嘛 所以不管是益銷跟益警 其實郭台銘都有很深厚的淵源 在沒有選舉 在沒有這次選舉之前 我們也都常常聽到說 郭台銘跟侯友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因為剛剛講嘛 警銷警銷嘛 所以換言之在警銷這一塊 你說是侯友比較強 還是郭台銘比較強 我覺得這個都還有很大的問號 因為人家郭台銘也是長期的在益銷 在益警這一塊耕耘 具有一定程度的號召力跟底氣存在 更不用講各地的這一些議銷會長 其實都跟地方的 你說這些議長 就跟農漁會系統是有一樣的嘛 他都有一些基本的地方的 這種派系的脈絡嘛 那看起來這些人 看起來都是支持議長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人又支持郭台銘 與雲林 與彰化 與南投 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郭台銘的動起來 會不會 剛剛講進可攻 退可守 會不會成為接下來壓垮侯友宜 在723之前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真的不是一 三會不會真的變成四 我們就看看郭台銘接下來的動作 三會不會變成四 這是一個很好的議題 我們要延伸來看 因為當侯友宜他去台大跟學生講 又問到能源政策 又講到核二核三應該要研議 可是其實這個干涉儲存槽 不是中央卡關 中央一直要蓋 後來就是什麼變更設計 是你一直在擋 最後還是法院判決之後 你才說你不上訴了 他居然還可以去怪說是中央的問題 因為講到能源政策 郭台銘馬上又復活了 他在這一場台大座談之後 隔天他就PO了一個文 他就是他 但他主要他不會講說 我是要電猴友宜 他講說民進黨的能源真相 什麼什麼的 來 正好 我看到一個很特殊的 他PO出來也有字卡 那顯然一定是他有一個team 有一個團隊在幫他做 這個字卡有重點 重點在哪邊 不是這個 是這裡 他有政見放大鏡 那感覺上是一個延續性的 是一系列的 搞不好這是第一篇 後續還會有其他的東西 所以一不是一 三不是三 三可能變老四嗎 應該這樣講 不要選舉的人提什麼政見 政見是候選人提的 這有什麼好講的 郭台銘現在 我跟你講我之前投台太多人 就一直跟我講 郭台銘不可能選 沒有機會 我跟你講郭台銘現在已經不演了 不演了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提出來這個能源政見 他的圖卡右上角叫做政見放大鏡 他去比較侯友宜跟賴清德的政見 在能源的部分 我先不講誰對誰錯 反正就比對賴清德的核能是零 侯友宜是怎樣怎樣 比較晚後 他直接提出自己的政見 他公開講短程政見是核三演繹 核一核二重啟 重啟之後 讓台灣可以維持至少15%的能源政策之後 再去思考中長期要怎麼爭取 他公開講政見 一個候選人公開講政見的時候 不是 一個人公開講政見的時候 他就是候選人了 對不對 這是什麼好講 郭台銘先是一個人再是一個候選人 他現在變成候選人了 那國民黨難道不緊張嗎 對 我覺得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們剛剛談這個民調的時候 沒有看到這個民調很大的玄機嗎 什麼玄機 這個民調是侯郭沛的民調低於郭侯沛 侯郭沛只有23.26% 郭侯沛是25.02% 他在告訴什麼 郭台銘透過他的好朋友趙少康嘴巴跟大家講 要整合也是郭在前 侯在後 因為侯在前 郭在後的時候民調比較低 而且還輸給柯文哲 可是如果郭侯沛我是可以贏柯文哲的 郭侯沛25.02% 柯文哲只有23.17% 所以縱觀所有藍軍支持者 你講這麼多 要讓國民黨變第二名 唯一方是郭侯沛 就是民調告訴我們的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第二招 第一招開始談政見 第二招民調出來告訴你郭侯沛優與侯郭沛 侯郭沛你還是第三名 郭侯沛第二名 第三招剛講了 一刀把警銷切開 侯有一些最後最後的基本盤 現在連嘉義同鄉會都支持賴清德 一半都跑去賴清德這邊 沒有全部都支持侯友宜 現在就警銷 警銷 顧講警銷不分家 可是問題是 現在一刀切 切第一刀什麼 把警銷切開 郭台銘是全國議銷總會的總顧問 王金明是全國議銷總會的總會長 年前發紅包的時候 就是透過議銷系統來動員 各個縣市議長陪著來去發紅包 那時候剛大家要記得 現在再透過議銷總會 現在切開之後 說要幫郭台銘去動員 這第一刀 把警跟銷切開 我把銷這邊拿下來 警的部分剛才 郭台銘長期就說自己是警卷 長期支持警察 還記得台南發生警察 被拿刀桶的時候 郭台銘捐了500萬給他們 他常識在經營警卷形象 你侯友宜是警察 我是警卷 再切一刀 把警察一半票再拿過來 他在蠶食經兌侯友宜 現在所有的得票跟所有的支持 所以對侯友宜來說壓力很大 對不對 國民黨壓力很大 所以我都不講這件事情 剛剛最新的訊息 侯友宜去參加市長獎的頒獎典禮 因為他是市長他可以頒獎對不對 你知道他勉勵同學什麼東西 他勉勵同學來這邊 這是這個中時的新聞 這是中時的新聞 他勉勵同學說 勉勵同學說沒拿獎沒關係 堅持跑到最後就OK了 他說市長小時候 從來也沒拿過第一名 也沒拿過市長獎 但是我堅持跑到最後就OK了 這跟打死不對不是同一件事情 這不是打死不對嗎 連中時下表都笑 勉勵同學也勉勵自己打個大問號 侯友宜沒拿獎沒關係 堅持跑到最後就好 細節還講說這個市長獎 我以前也很羨慕第一名的同學 我從來都沒拿過市長獎 但是我也跑到最後 跟拜託一下 你講的是考試 現在選舉 選舉是聯合遊戲 你沒有選上的話 下面小雞會死一片 所以我相信小雞看到侯友宜 你自己沒拿獎沒關係 小雞會昏倒 小雞選個立委花好幾千 然後沒拿獎沒關係 誰扛得住 所以侯友宜我感覺 他現在已經整個聚音化 就是說反正我就這樣 我就爛 聚音 你怎麼樣 整合是你主體輪的問題 然後組織是你主體要動 議題是你智庫要處理 張祺祥入主到黨中央 當副明書長 更誇張 很快 照理來說我們過去一個 兩三個禮拜都在談什麼 是侯友宜小孩騎大車 拿新北市的陣容去打全國選戰 所以建議應該黨中央的人 不管是林陶什麼 打過了或是江俊廷大頭 進駐侯友宜競選辦公室 就不是 他們小孩騎大車 還其實不夠過癮 還入足黨中央 把黨中央在這台車裡打過來 一次騎兩台車 對不對 超怪的 你怎麼叫張祺祥去國民黨中央 超怪的 然後當國民黨副秘書長 我看不懂這個安排 應該是國民黨的秘書長 跟副秘書長去當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的幹部 來協助侯友宜一起騎這台車 侯友宜嫌不夠 我新北市就是小孩 怎麼樣 我騎完總統還要騎黨中央 一次騎兩台車 我小孩騎兩台大車 厲害了吧 所以侯友宜現在變這樣子 就很巨嬰 然後不分區也要跟朱立倫討 對不對 然後LINE也不給家 然後見韓國瑜做國友宜 也說是你朱立倫責任 不是在兩邊拍桌大動怒嗎 然後行車也不跑 然後韓國瑜生日連留言也不留言 祝福跟生日快樂也不要 所以國友宜現在我覺得巨嬰化了 他衣服就沒要怎麼辦 不然你給我換掉 你換掉我去當市長 他現在就是這個態度 很大塊 對啊 沒要怎麼辦 對不對 我當市長居欺負 不是說候選人要最軟嗎 沒有 他現在大尾痕 他怕什麼怕 你就把他換掉 換掉我就去當市長 對不對 繼續欺負民進黨的議員 對不對 繼續霸凌戴偉三 霸凌左冠廷 他衣服就那個樣子嘛 因為他任期是被保障的嘛 那國民黨倒八輩子沒 去年遇到韓國瑜 四年前遇到韓國瑜 八年前遇到朱立倫 今年又遇到侯友宜 沒一個負責任的 沒一個負責任的 對不對 韓國瑜民調蓋牌 也是沒辦法 反正我就選到最後 對不對 朱立倫換柱搞到最後自己來 連肇事都不辦 CALL STUNK 連肇事都不辦 連續這麼多件選舉 我覺得國民黨今年要選立委 我坦白講真的很倒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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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